它是一件比较偏休闲军装的外套 它有重量 但是呢 以一般军装外套来说 我觉得它的重量是正常的 不要把它想得很轻便的外套 它是有重量的哦 它的毛毛一样是全部可以拆掉的 这一圈毛毛 这边都有扣子 可以让大家去拆哦 特别的地方是 有没有看到它很简单 有做一个街皮的三角 其实它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造型 一样布两个口袋给大家 很冷的时候 手可以放进去 这一款呢 有没有发现它没有任何的抽腰或是缩绳 它其实就是走一个宽大军装休闲的感觉 它毛毛材质很澎湃哦 真的是非常好 外套没有防水 我来进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款的外套材质很特别 它不是那种滑布的 有点纹路的斜纹布 它是有厚度的 所以这件里面铺棉 它的铺棉是厚度的铺棉 它就是真的过冬的大外套了 铺棉有分厚跟薄 但是这一款它就是厚的 我的这边还可以再插一只手进去 两只手并没有问题 所以穿毛衣或是L号的人通通都一定可以穿 搭链是选这种铜色的 跟衣服非常非常的搭 非常好看 那后背其实没有太多的造型 就是一个蛮简单的版型 真的很饱满这件外套穿起来超级澎湃 而且绿色 坊间完全不会有这种绿 一般的均绿都是深均绿或是很偏草绿 但是这个绿色是非常非常有质感 非常寒细的绿色 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完全盖住你的屁股 里面可以穿无限多的毛衣跟围巾 黑的也是绝美 就全黑 黑加黑毛 黑色超好看 黑色就是更时髦的感觉 毛不可能不飞了啦 多少会 其实拉起来它就是一件宽大的分尺寸 第二个它可以无限的穿毛衣 它就是真的属 比如说你要去北海道玩 韩国现在下雪里面可以穿无限的羊毛衣 或是毛衣通通都可以驾驭它 我觉得非常好看 黑色也很好看 黑色就是百搭 手袖没有任何的扣子 它就是基本款 让这一款外套大家可以穿很久 可以穿好几年